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婚礼当天,老公拉着他的邻居妹妹跟我摊牌,说这是他的正房,让我给他磕头敬茶行窃礼,还让我以后把生出来的孩子交给他养,这样可以记作嫡子,我笑了,大清都亡了,这些封建余孽怎么还活着? 我当场撕下头纱,闹翻婚礼,下一秒叫他们彻底傻了眼,婚礼当天,我和赵千许站在台上,司仪让我们给他妈妈敬茶后,台上突然来了一个人,她围着面纱,穿着一身端庄的绣和服,坐在了中间的那张椅子上,哪怕蒙了脸,我也能认出她是赵千许的邻居妹妹徐淑宁,我们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 她就在 赵千许说,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她一直把徐淑宁当成妹妹,徐淑宁知道她有女朋友了,特意来看看 我没多想,也把她当妹妹看待,连她眼里的审视打量我都没计较,可婚礼前一天,我却发现我精心装饰的婚房大变扬,甚至床柜上还放着赵千许和徐淑宁的照,骗 我当时气得发疯,质问赵千许,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赵千许连忙解释道,淑宁懂一点风水,她说这样改能忘夫,这个照片是她不小心翻出来的 我能信了这个解释,就见鬼了 我想转身离去,她却死死拉住我 秦秦,你相信我,我真的和她没什么感情,我只喜欢 你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还不相信吗? 我和赵千许相恋五年,从校园到社会,是身边人羡慕的模范情侣 我确实没从赵千许眼里看到她对徐淑宁的情谊 或许这一切都是徐淑宁的一厢情愿,又或者是小女孩的一点小心思 想到这里,想到我们五年的感情 我的语气缓了下来,也原谅了她,只说下次不能再犯 她连连点头 思绪回转,我看到台上的徐淑宁,攥紧了手心 我皱着眉看着赵千许,赵千许却向思姨使了个眼色 思姨甘笑两声,接着开始走流程 有请新娘向正式端茶,磕头行窃礼 话音刚落,台下宾客哗然 今天来的基本都是赵千许的亲戚 因为我们两家相聚较远 所以商议在两个地方都办婚礼,各自宴请亲戚 今天是我们举办的第一场婚礼 我转头看向赵千许,怒不可遏,你疯了 什么正式?什么妾式? 徐淑宁得意地看着我 宋秦,你想进我们家,就得行这个礼 台上的阿姨也点头示意 赵千许拉着我低声说道 秦秦,对不起,我之前骗了你 这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我知道你也爱我 淑宁是我妈任下的儿媳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她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儿 而你?她嘟囔了几下 含混过去,反正你就先行礼吧 我们家比较重规矩 我保证我只会喜欢你一个人 我和淑宁只是相敬如宾而已 我死死掐住掌心 这一瞬间,我以为是谁在我的婚礼上做了恶作剧 半上,我问道,你和她领证了 我和赵千许原本决定办完婚礼再领证 她摇摇头,没 但是我和她已经败过天地了 秦秦,你放心 我以后只会有你们一妻一 妾 神他妈一妻一妾 感情我还要谢谢她为我收心 清朝都灭亡了 他们这些封建余孽怎么还不死 我闭上了眼睛 在睁开时,我在她期待的目光中冲她微微一笑 然后仰起巴掌 用了十成十的力向她扇去 她的脸立马就肿了起来 我把头纱扯下来丢到地上 指着她骂道 我去你的赵千许 你多大脸啊 还想要一妻一妾 不知道你们家的祖坟有没有埋队 有没有冒清烟 没有的话 你告诉我 我带人帮你们养了 帮你们冒灰烟 赵千许一脸不可置信 像是没想到一贯脾气温和的我会说出这种话 徐书宁和赵千许妈妈看到她被打 连忙跑过来 徐书宁站在赵千许的身前 瞪着我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打千许 像你这种抛头露面的勾篮 女 千许愿意那你做妾 已经是你祖上八辈子积了德 勾篮女 抛头露面 一时之间 我以为我出现了幻听 我一个做自媒体的唱歌博主 在她嘴里成了这种人 我冷笑一声 大清都亡了 你还在这果小脑 你最好一辈子别出门 别让人看见你 那当然 女子本就应该安分守己 恪守复道 如果不是千许喜欢你 我根本不会允许你进我们家门 她得意起来 扬起了头颅 赵千许妈妈也在旁边附和 淑宁 你放心 你才是我的儿媳 这种女人今天敢打千许 明天就敢上房接瓦 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这种不自爱的人 那进家门 只会不幸 今天我就做主 取消这个内窃仪式 好一个内窃仪式 我怀疑这家人疯魔了 我不想和他们一群 小脑没发育完的人说话 这五年的青春 我只当是喂了狗 我看向赵千许 我们到此为止 这场婚礼是我预付的钱 既然我家的人都没来 麻烦你到时候把钱转我 说完 我便准备离场 今天受到的刺激太大 我需要缓缓 赵千许拉住了我 她猝没道 秦秦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你别犯傻 你刚刚我只当你失心疯了 你快和我妈 还有淑宁道歉 我再怎么宠你 也不能让你乱了尊卑 乱你妈 我绷不住了 你们一家人发颠 别拉上我 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把青春喂狗后 狗又吐出来 想塞我嘴里 她深呼了一口气 强忍着怒火 秦秦 你别不懂事 你知不知道我 为了让你进门 付出了多少 怎么 你是断了手 还是断了脚 还是答应 只取一期一切 她铿锵有力地说道 我向我妈磕了三个头 空气沉没了几秒 徐淑宁冲过来 怨恨地瞪着我 千许 你就真这么喜欢这个女人 她到底好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一见到她 就被她身上的光芒所吸引 赵千许深情地看着我 那是我的光芒吗 那是金钱的光芒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 就开着亮眼的玛莎拉蒂 穿着价格不菲的香奶奶 手提千金难求的爱牛式包包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金钱的光芒 徐淑宁咬着唇哀求道 千许 你看到了 这种女人进了家门 只会扰乱家宅 你要是想那切 我再给你找其他人 他们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不成 陪着他们发颠 我翻了个白眼 强行正脱开了赵千许拉着我的手 她急了 怒斥道 你不进我们家 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 什么孩子 我什么时候怀孕了 我怎么不知道 徐淑宁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 倒在赵千许妈妈的怀里 面露凄苦地说道 怪不得你要奈她 原来她有了 我们家的血脉 总归不能流落在外 千许 你说的是真的 赵千许妈妈脸上露出了喜意 当然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琴琴吃着吃着橘子就吐了 酸儿辣女 好好好 赵千许继续说道 淑宁 虽然我们没能有自己的孩子 但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会放在你的身边 毕竟孩子还是要跟着嫡母 她又转头看向我 琴琴 孩子放在嫡母身边 才能被记作嫡子 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况且 她停顿了几秒 孩子也不会想要知道自己的生母 是做那种职业的 我摸了摸 还是没能忍住 我脱下脚下十公分的高跟鞋 向她砸去 怀你爹怀 我兔是因为你买了烂橘子 赵千许被砸了个正着 额头瞬间清了起来 她也恼了 你今天是疯了不成 我抱着手 疯的人是谁 你心里没数吗 你们一家子颠工颠婆 能不能离我远点 我活了二十五年 还没这样被当成过笑话 她大爷的 想想就会气 赵千许的妈妈气得全身发抖 用手指指着我 千许 有她没我 你自己看着办 徐淑宁也在旁边拱火 千许 她还没进门呢 就把妈气成这样 进了门还得了 赵千许皱着眉 看着我说道 大家都知道 你跟了我 你不进我们家 还会有谁要你 今天你越发使性子了 就连我也保不住你了 你现在就是想当妾 也当不了 你给我妈 还有淑宁 磕个头道个歉 我还能让你 当个通房丫头 我觉得我留在这里 真的是对自己的折磨 对于这种骗婚的人渣 还有这堆脑子不正常的人 多说无意 我脱下另一只高跟鞋 也向她砸去 我拿起手机 给于宇打了个电话 让她来接我 本来我只是想简单办个婚礼 所以伴娘伴郎 我都没请 没想到导给了他们给我惊喜的机会 打完电话 我准备离场 赵千许皱在我的面前 你想清楚了 你今天走了 我们就在无瓜葛了 她环顾四周 凑到我耳边说道 实话告诉你 我是爱心觉罗后代 她眉眼里全是自得 我强忍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 我冷哼一声 举起双手左右开弓 老娘也告诉你 我是扭护路后代 专门屠龙 赵千许被我扇的人都猛了 我拿起包包直接离场 大清都亡了 她还想坐拥三妻四妾 呸 会气 我坐上了鱼鱼的车 告诉她详情后 她目瞪口呆 Vogo 赵千许他们一家没事吧 简直是疯了 早知道我们当初该给你当伴娘的 一人给她一个大嘴巴子 我揉了揉额头 你知道我一贯怕麻烦 所以婚礼流程一切从简 要办两场 这场我就没叫你们 谁知道遇到一群神经病了 还隐藏得挺深 没事没事 等你心情好点 咱多叫上几个姐妹出去玩 回到家后 我越想越气 第二天 我就找了个中介 把婚房挂了出去 这套房是我全款买的 里面的家具 也是我精挑细选的 但是离赵千许家太近了 我不想和这家人有半点瓜葛 也不希望在视线范围内 看到这家人 所以只要卖出的价格不离谱 我都能接受 没过多久 中介就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有人 拦着他进去看环境 我冷笑一声 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赵千许有钥匙 我一走 他们倒开始霸占房子了 我让中介等几天 我叫上了鱼鱼和我一起 去婚房 鱼鱼练了十几年太拳 他摩拳擦掌 说一定给赵千许一顿好看 我们俩上了楼 用钥匙打开门 一进去 就看到徐书宁 躺在我的定制沙发上 惬意地敷面膜 用的还是我之前 买给前男友的面膜 他倒是会选 知道挑柜的 几天没见 房子里乱七八糟 我皱了皱眉 徐书宁看到我 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你来干什么 他的声音引来了赵千许和他妈妈 赵千许眼里露出了一点得意之情 现在知道后悔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妈妈就开始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还好意思回来 昨天宴席上你 让我儿子丢了好大的脸 你这样的丧门妇 我真是后悔当初同意 让你进我们家门了 说完 他拿起手边的花瓶向我砸来 鱼鱼眼急手快 拉了我一把 花瓶碎在了我的身前 四分五裂 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性 这个花瓶 我记得是我爸从意大利给我拍回来的艺术品 价格不菲 我看了看墙顶上还在的摄像头笑了 鱼鱼的脸上充满了怒火 他想上去理论 被我拦了下来 我不慌不忙地说道 阿姨 您刚刚砸的这个花瓶 价值三十万 是这个家里最贵的花瓶了 还是您有眼光 您准备哪种方式给我转账 他的眼神畏缩了一下 继而大骂 你还想坑我 这不过只是一个破花瓶 哪里都可以买 更何况这都是我儿子的东西 说得理直气壮 我却没错过他眼里的心疼 我轻笑一声 阿姨 您说错了 这个房子 还有这个房子里所有东西 都是我的 所以 请你们麻利的 圆润的 滚出我的房子 房子里坏的东西 损失的东西 我会一定把账单计算出来 发给你们 徐书宁听到要给钱 也急了 宋秦 你以为你这样做 就能逼迫我们 承认你的身份吗 别妄想了 你以为千许是真的喜欢你 不过是看上 你有几分臭钱 不然你哪里来的机会 进我们家门 书宁 赵千许呵斥了一声 徐书宁兴兴兴地转过头 赵千许看着我 想拉住我的手 我皱着眉避开了 秦秦 我知道你后悔了 我回来想了一下 你要实在介意 我就让你当平妻 但是你得再买一套房 给我爸妈住 我们家租的房子快到期了 这套不够大 我看好了 成云路的江景房不错 适合我妈他们 还有每个月 再给我爸妈他们 五万孝顺费 毕竟他们养我一场不容易 书宁和我们一起住 以后我保证 前半个月在他那 后半个月在你这 哪怕我昨天 已经见识过了 这家人的厚颜无耻 我今天还是被气笑了 果然是人质见则无敌 于于看向我的眼神 从一开始的愤怒到疑惑 再到佩服 仿佛在说我怎么和这种奇葩 谈了五年 徐淑宁听到这番话后 怨恨地瞪着我 她跑到赵千许妈妈旁边 哭得唯唯曲曲 赵千许妈妈 安抚性地拍了拍她的手 语气坚决地说道 我不同意 她眼神中带着几分算计 停顿了一会开口道 除非你每个月给十万孝顺费 徐淑宁的哭声一致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赵千许妈妈 赵千许连忙接话 对对对 我说错了 该给十万 秦秦 我妈都松口了 你还不快答应 现在都五点了 一会我们正好去之前那家 五星级酒店吃顿饭庆祝一下 说完 她舔了舔嘴唇 像是回味什么一样 之前我们去过一次那家店 赵千许一边埋怨我乱花钱 一边吃得满嘴流油 我笑了笑 平气 江景房 十万 我每说一个词 赵千许的眼神就更亮了一下 我走到她旁边 看着她的嘴 拿起手猛抽 这么臭的嘴我替你抽干净 你爸妈养你不容易 我爸妈养我一场 听你这个畜生说话 更不容易 有病就去治 别在我这狗叫 我可不是流浪狗收养基地 还得替你们一家人安排狗哦 她愣愣地看着我 直到嘴被我抽肿了 才反应过来 你 你 你疯了 我拿起纸巾擦了擦手 我最后重申一遍 这是我的房子 请你们立即滚出去 不可能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该滚的人是你 赵千许妈妈怒视我 她眼里的表情不似作假 难不成她真以为 这房子是赵千许的 我转头看向赵千许 她眼里出现了几分心虚 我一下明白了 赵千许 这房子是谁的 不如你告诉告诉阿姨 赵千许支支吾吾不说话 她妈妈用狐疑的眼神 不断扫视我们 我当初出了十万 给千许买这套房 我痴笑一声 阿姨 十万连厕所都买不起 赵千许耿住脖子 面红耳赤地说道 这套房既然是买来给我们 做婚房的 那就是我的房子 赵千许妈妈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开始和她儿子同仇敌忾 这就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们凭什么走 我开始不耐烦了 行行行 不走是吧 我要报警了 我拿起手机 刚准备拨剑 赵千许妈妈 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从楼上扔了下去 然后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我怒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鱼鱼 十数年的感情 让她明白了我的想法 她立马走到赵千许身后 钳制住了赵千许的双手 赵千许无法动弹 你干什么 她惊呼道 我手一挥 狠扇了一巴掌 这是你妈摔的花瓶 她痛地面露苦意 紧接着 我反手又扇了一巴掌 这是你妈摔的手机 她立马投昏眼花 我看向赵千许妈妈 阿姨 你砸一样东西 你儿子就被扇一巴掌 你有本事就继续砸 赵千许妈妈大怒 好啊 你今天是来撒泼的 我就砸 说完 她把桌上的杯子 盘子 厨房里的碗 快全拿出来砸了 徐书宁在旁边着急地不敢上前 怕自己也被删 我笑了笑 看向赵千许 她眼里全是恐惧 这是阿姨让删的哦 我挤巴掌下去 她就两眼一闭 晕了过去 赵千许妈妈瞬间慌了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地 看着昏迷的赵千许 我这几下是用了技巧 虽然打着很痛 但不至于会让人晕过去 眼看着赵千许妈妈 就想向我冲来 我立马掐紧了赵千许的麻穴 赵千许痛得好出来 她睁开眼睛 和她妈妈面面相去 我拍了拍手 看了看满地狼藉 这些被砸的东西 我一并加入账单里面 连带着这些年 你借我的钱 一并转我 赵千许被她妈搀扶着 眼底一片粪粪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 我凭什么要给 我翻了个白眼 别给我发颠 你怎么不说 银行里的钱都是你的 是我看错你了 本来以为 你和那些贪慕虚荣 闲贫爱富的女人不一样 结果还是这么败 金 我抱着手 不好意思 我不用败金 我自己就有钱 赵千许妈妈气得 眉毛倒数 你一个女人 哪来得这么多钱 怎么来的 你心里有数 你买的这些东西 脏死了 我们还不想用 眉得低了自己的身份 说完她去厨房 拿了把水果刀 开始在沙发上乱滑 窗帘上 床上 目光所及之处 一片狼藉 她滑完之后 得意洋洋 我们住不了 你们也别想住 一副无赖的样子 倒和她在婚宴上庄的 相差甚大 我摊开手 无所谓 你们随便砸 反正我们已经报警了 这些东西我也不想要了 正好你们赔钱给我买新的 她吃笑一声 报警 你手机都被我扔了 还想恐吓我 话音刚落 门铃就响了 我打开门 警察进来 人赃病火 她的表情瞬间僵硬了 我指了指鱼鱼手里的手机 笑了笑 阿姨 非法入侵 加破坏他人财物 你猜猜 会怎么样 你这个小剑蹄子 还想害我 她拿着水果刀 向我冲来 警察拦住了她 她嘴里骂骂咧咧 警察同志 你查查这个女人 她的钱肯定是 偷来抢来骗来的 要不就是出去卖得到的 赵千许也大叫 警察同志 我是她男朋友 这不是非法入侵 这是我们的婚房 警察把我们都带走了 但在警局 赵千许妈妈 还是一副 无所畏惧的样子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底气 当警察再三跟她 讲述事情的严重性时 她才出现了几分惶恐 不过她还是叫嚣着 自己儿子是皇室后人 让警察放他们出去 警察当然不会放他们走 赵千许妈妈还嚷嚷着 要打电话给皇室宗亲 警察让她打了 结果对面见他们在警局 立马把电话挂了 并拉黑了他们 我和鱼鱼做完笔录便出来了 后面听说 警察调查出 赵千许妈妈嘴里 所谓的皇室宗亲只是一伙骗子 他们专门找刚出生的孩子 对孩子的父母洗脑 说孩子是皇室后人 需要好好培养 并定期收取费用做培养费 赵千许妈妈为了保住儿子 最后自己认下了所有罪名 赵千许也一声不吭 被拘了半个月 和徐淑宁灰溜溜地回来了 那个屋子我找了人打扫 很快就卖出去了 我还整理了一份账单 发给了赵千许 恢复正常生活后 我专注事业 日常直播 偶尔和鱼鱼出去玩 他说他朋友在城东 新开了一家酒吧 让我去看看 我本来不喜欢这种喧闹的地方 但鱼鱼却眨眨眼说 这家不一样 进去之后我才发现 这家酒吧只接待女客 里面的环境清幽 男士者个个宽肩窄腰 高大俊朗 鱼鱼点了几杯酒 让我尝尝 我喝了之后 有些脸红 便准备去卫生间 整理一下妆容 结果在路上意外地碰到了一个人 赵千许穿着保洁的衣服 手里拿着抹布正在勤勤恳恳地擦墙砖 他看到我 眼里闪过一丝恼怒 冲我大骂 你这个女人果然不守负道 竟然跑到这个地方消遣 还要不要脸了 要是再早一百年 你就该被禁猪笼 千刀万剐 本来酒意有些上头 被他这一骂 我也清醒了 我抱着手 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笑了笑 我来这个地方是来消遣的 你来这干嘛 他顿住了 脸上出现了几分羞愤和怨恨 要不是你报警 我被关了半个月 我的工作会没 妈 我妈说得对 你就是个丧门妇 我吃笑一声 你妈要是说的都对 怎么会现在还在吃编制饭 现在工作不好找 你加油 要是还不上债 我们就法庭上见 说完我便准备走了 他一把拉住我 脸色铁青 你把我害成这样就想走 想得美 我皱了皱眉 三番五次的 给我也整脑了 我反手拧住他的手 他哀嚎一声 松开了 我抓住他的头 按进厕所的水池里 麻烦你下次想找尸的时候 先掂量掂量自己 他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几口水 他可能忘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他在路上被人拦住 我从我的马沙拉地下来 蹬着小高跟 把那些人赶跑了 从那以后 他就缠上我了 我看他长相顺眼 知情识趣 温柔体贴 便同意了他的追求 没想到是个隐藏极深的神经病 我收回了手 他一脸狼狈地倒在地上 我冷哼一声 踩着我的细高跟 便准备走 没想到他猛地起身向我扑来 我意识不防 撞上了墙 鱼鱼看我久久没回 出来找我 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他发出了尖锐般的报名声 开启了全黄模式 赵千许被打成了猪头 他躺在地上叫嚣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鱼鱼立马打了个电话 挂断之后 他一脸亲笔地看向赵千许 最看不起对女人动手的人了 随便你报 走廊上快步走来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他是这家酒吧的经理 经理连练道歉 说会开除赵千许 我们今晚的消费全免 鱼鱼勉强同意了 不过遭遇这件事后 我和鱼鱼也没心情待在这家店了 我们直接回了家 本以为赵千许会消停一段时间 老实还债 可我却忘了男人只有挂在墙上 才会安分 我和往常一样直播 刚唱完一首歌 我的直播间 突然就涌进了大波路人 说的那个第三者是他吗 妈呀 这么大的主播还去当三 谢谢前方引路 好贱啊 小三去死 公平被疯狂刷屏 我不明所以 但看到直播间的风向调转 我暂停了直播 和粉丝重新约了下一次直播的时间 刚下播 鱼鱼就给我打来电话 秦秦 赵千许那个龟孙和徐书宁 在网上发视频 说你当小三插足他们 他怎么敢的呀 当初咱们就应该让他也进去 和他妈一起 什么东西 气死我了 需不需要我现在站出来替你作证 我思索了一会 你先别急 这种人得一招致命 不能留着他到处泼脏水 好 听你的 我打开短信 看到垃圾箱里有几条陌生电话发来的信息 是几天前的 宋秦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在老地方见面 我手里有你的把柄 昨天发的 宋秦 你别逼我鱼死网破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没等到我的消息 他就窜多徐淑宁在平台上控诉我是第三者 想要借此来扳倒我 徐淑宁在视频中声泪俱下 他说他和赵千许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他们两方家长早已定下婚约 但是赵千许上大学的时候 我因为嫉妒他们的感情 所以去勾引了赵千许 他拿出了他们的婚书 以及拜堂的照片 还梳理了时间线 如果我不是当事人 我都会觉得他说得有理有据 这个视频一出 我直接成了千夫所指 我的粉丝指责他造谣 路人指责我品行败坏 而故事的男主却眉眉隐身 在此之前 我一贯没什么黑料 评论区也是祥和一片 可现在却出现了大量 只有我言论 就只有我之前不喜欢他吗 你不是一个人 我之前也不喜欢他 我看他的长相 就觉得太精明了 他的粉丝还喜他佛系 真正佛系的人会这么火吗 简直是三观乍裂 这种人怎么还好意思出来捞钱 也有部分路人比较理性 为之全貌 不予置评 不过很快就被更多评论淹没 这年头 小三都有人喜 以之全貌 建议处死 真正被冤枉的人 早就出来发声明了 我打开后台 发现我的私信里 多了很多乌言会语 还有很多被小三 破坏家庭的受害者 也把我当成了靶子 发泄自己的怒意 一时之间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第三者 网上的事件越演越烈 徐书宁凭此还吸了一波热度 长了很多粉丝 他发的视频越来越多 仿佛已经沉浸在 大家的同情和支持中了 全然忘了 当初在婚礼上控诉我 不守女德 抛头露面的样子 甚至还有博主公开谴责我 不顾礼仪廉耻 败坏风气 连我的朋友都跑来问我 赵千许暗自得意地 又给我发了消息 送秦 这件事还没完 我回复了他 你想怎么样 明天下午两点 老地方集合 我同意了 那是一家环境比较好的咖啡馆 我以前总爱来这待一下午 我到了之后 发现他整个人样子都变了 他胡子拉叉 神情颓废 看到我 眼里闪过一丝怨恨 我点了平时爱喝的美式 然后看向他 说吧 你想要什么 给我一千万 我看了看正在运转的录音设备 赵千许 你还在做梦 就回去睡觉 睡醒了再和我谈 宋秦 你毁了我的人生 一千万都算少的 他有些激动 我语气淡淡 细说我怎么毁了你的人生 如果不是你 我妈就不会进去 我也不会丢了工作 沦落到这个下场 我痴笑一声 人不行 怪路不平 我给了这一千万 你们造谣的那些东西 就能消失了 他眼里闪过一丝算计 只要钱到账 我立马让书宁澄清 我抿了口咖啡 哦 你有想过徐书宁的死活吗 网报的力量有多大 你心里清楚吧 他不以为然 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我好了 他自然好了 你妈都进去了 你还没从皇室后人的梦里醒来 他像是被戳到痛楚一般 你少管我的事 你就说答不答应 我装作思考的样子 沉思了一会 我没这么多钱 哼 不给我钱 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我现在手上只有五十万 他有些急切 那就先给我五十万 我笑了笑 我给了 你就不会再造谣我了是吧 你先给了再说 好 我很爽快地给赵千许赚了五十万 到账的那瞬间 他眼里闪过了一丝狂喜 算你还有几分识相 等你把剩下的九百五十万赚了 我再让淑宁辟谣 说完 他便着急着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 他知不知道 敲诈勒索公司财物 价值四十万以上 就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呢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我把录音发给了徐淑宁 约他出来见面 他来了 脸色惨白 我直接开门见山 你也听到了 只要赵千许拿到钱 你就是弃子 你被洗了这么多年脑 也够了吧 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我是不会帮你的 我摇摇头 你不是帮我 你是还原真相 再加上帮你自己 这件事情 最大的始作俑者不是你 而是赵千许 我不会为难你 我们都是受害者 你把始作俑者 说出来就行 实话告诉你 我手里的证据拿出来翻盘也够了 你也不想最后被人人喊打吧 我敲了敲桌子 你说出来 我还能帮你一把 毕竟你现在不是也有了一些热度吗 受人关注 支持 不依附于别人的生活 你不想要吗 他盯了我好久 最后咬牙问道 你真的愿意帮我 当然 好 徐书宁开了直播 重新讲述了一个故事 在故事里 他是从小被洗脑的同养席 而我是被渣男哄骗的无辜女生 他之前是受了渣男的哄骗 才以为我是第三者 不过他后面发现了真相 不愿意污蔑无辜的人 决定站出来说出真相 并向我道歉 他还呼吁女性应该帮助女性 在这样的事情中 不能让罪魁祸首成功隐身 他的言论虽然引来了很多质疑 但也赢得了更多人的赞赏 我也发了视频支持他 赵千许看到 急了 但他怎么也找不到徐书宁 于是他自己开了个账号声讨我们 竟然还有些人支持他 我把之前那套房子里的监控视频 放了一部分出来 赵千许和他妈妈的丑恶嘴脸 在视频里显现得淋漓尽致 一时之间 大家也理清了这个瓜 纷纷开始骂起了赵千许 赵千许被骂得不敢吱声 风平浪静了好久 我听到消息 赵千许要拿着我之前 给的五十万离开这个城市 我马上趁着这个时候报了警 把录音和相关证据交给了警察 警察以敲诈勒索的罪名 关押了他 他和他妈一起吃上了牢饭 徐书宁自己也踏上了自媒体道路 在接收到了更多新东西后 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思 想行为有多么荒谬 他会重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 世界观 不再拘泥于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而我也会继续开始我的美好人生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一个故事 我是一名网上的法律顾问 看私信时 一个问题让我觉得恶寒 律师您好 我想问问 如果不想离婚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拖延时间 我岳父癌症晚期 我想分到那笔遗产 刚想说这是什么下头男 却发现这男人竟然是我那出轨的老公 下一秒我让他彻底傻了眼 嫁给获销后 我就成了家庭主妇 可我不愿意只靠获销的那点工资 勉强度日 因为大学是学的法 我干脆在短视频平台当起了知识博主 专门为网友解答和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 可在今天 有个问题直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律师您好 我想问问 如果不想离婚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拖延时间 我问他 你是想挽回妻子吗 他很快回复 不是 是我岳父现在癌症晚期 不久就要死了 如果我拖着不离 到时候能分到这笔遗产吗 我只觉得一阵恶寒 世上怎么还有这种下头男人 这件事情被我当成小插曲 我没放在心上 可到夜晚 白天的问题却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 因为里面的一些情况和我完全符合 近些日子 我意外发现丈夫出轨 我的眼中绒布的沙子 搜集好证据后 便果断提出离婚 而我的父亲 也是癌症晚期 我几乎下意识又找到了条丝信 点开那人的主页 想要验证些什么 可在看到那人的头像时 我的心凉了半解 这是一幅半身图 图上的人穿着得当的西服 抬手扶着领带 摆着成功人士的架势 而他手腕上的手表 和我老公最珍惜的那块表 一模一样 我不可能认错 因为那是X系列 从未向外售卖的一块表 是我之前帮他们解决了麻烦后 他们特意送过来的谢礼 也被霍霄当成了炫耀的资本 一旦有什么大场合 他都会戴上冲面子 我基本已经肯定 这个人就是霍霄了 不只是手表 还因为他右手食指上的一颗红质 我的身体发寒 霍霄那温润的面孔 在这一刻 在我心中算是彻底破裂了 攥着手机的手越来越紧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上方突然弹出了消息提示 我下意识看过去 小易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能不离婚吗 你知道的 我是爱你的 当初你差点被人强奸 都是我拿刀把 他们赶跑的呀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犯错了 我当时只是把他看成了你 说实话 我可能真的是个大恋爱恼 中午的时候 霍霄也给我发了求和消息 甚至还给我点了奶茶 如果没看到那条私信 如果没察觉到 那个人是霍霄 我可能真的就心软了 毕竟我和霍霄 从相识到相恋 再到结婚 已经有了足足七个年头 我深呼一口气 心中离婚的想法愈发强烈 这个婚 我一定要离 霍霄 你知道的 我的眼睛里 向来容不下沙子 霍霄 小义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这么分开 你真的舍得吗 我的好小义 求求你了 这次就原谅我吧 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你就原谅我吧 看到这串话 我的心中有些酸涩 霍霄 为了你 我让的还不多吗 我没再看她的回复 而是翻起了她的主页 只有一段视频 我点了进去 不想和妻子离婚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下面的评论都是在说她深情 也有些恶臭的建议 这还不好办 拍些东西留着威胁她 女人都耗面子 到时候求着不要离婚 评论区有人问 霍霄为什么 她如实回答 竟然还真有人回答 出了意外的话 到时候不就只能给你了吗 我看到有几条评论 霍霄都点了赞 那一瞬间 我遍体声寒 身体像是没了知觉 很快 视频被删除 我却一整夜都在想视频和离婚的事情 辗转反侧 久久未眠 哪怕是睡着 也做着梦 我梦见了和霍霄的初遇 十九岁青年穿着白衬衫 看向我的眼神明亮而又羞涩 她站在走廊上 微风拂过发梢 就连阳光都是偏爱她的 她冲我笑 周易 我还来不及笑着回应 眼前的一切如同珠网碎裂瓦解 变成了二十六岁的霍霄 她一脸阴翼 眼中带着贪婪 争獰恐怖 宛若恶鬼 周易 我从梦中惊醒 大口地喘着气 我安慰自己 霍霄再怎么样 也做不出违法的事情 可她的信息 却将我打入谷底 生不起一点的庆幸的想法 小易 我认真想了想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你也别一直无理取闹了 我刚刚订了票 就这个周末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深呼吸 刚要拒绝 对面的消息更快 你不是一直说想出去玩吗 正好我最近有时间 爸那边你也不用担心 可以接过来 让我妈帮忙照顾 我的心提了起来 我爸在哪里 我昨晚把爸接过来了 正好你 也别一直待在酒店了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我在外赚钱不容易 还要养活 你们一家人 好 我一会回来 我了解霍霄 这人虽然看着温和 但是骨子里是有些疯的 我怕他察觉到不对 为了那笔钱 真的做出些伤害 我爸的举止 当初我险些被人强奸 他就提着刀 红着眼镜把那些人吓退 自己也混了一身上 也是那一次 我下定决心 要跟他一辈子 那时候我想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对的决定 可现在我才知道 我当初是多么愚蠢 刚回去 迎接我的 就是披头盖脸的 一顿冷嘲热讽 哟 我还以为是谁呢 这是和外面的野男人 睡够了 浪够了 知道家在哪了 和我儿子结婚这么久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有脾气了 一天到晚 就知道糟蹋我儿子的钱 真不知道 我儿子怎么瞎眼 看上你这么个小浪蹄子 结婚三年 我在这个家里 从来都是个庸人 是个软包子 婆婆整天看我不顺眼 生生像是我抢了她的对象 我冷笑 你那么喜欢你儿子 有本事你和他去扯证啊 霍霄出房间 就听见我这么一番话 顿时瞪我一眼 周一 你怎么和妈说话的 我妈一天到晚 为这个家操心 就已经够累了 你就不能懂点事 你就忍忍她 又费不了什么事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 我看着她 霍霄 你是不是个男人 你就只会让我为你退步吗 和霍霄在一起时 我的论文被剽窃 我想要理论 她让我忍 说闹大了浪费时间 谈婚论嫁时 婆婆对我百般挑剔 提出各种奇葩要求 我要争论 她让我体谅 说那是她妈 结婚后 我要工作 她说我在家貌美如花 她在外赚钱养家 让我当全职主妇 我爱她 所以我放弃了我的事业 尽管我各方面的成绩 都要比她高上一倍不止 我又莫名想到了上个月 我和她出去吃饭 等了半个小时 就等来了一份坨了 味道很难吃的面 我说这面不好吃 她却开始指责批判我 她说 店家也不容易 开个小店赚钱养家 你就不能多体谅体谅吗 我哭着说我没有不体谅 我作为消费者 等了半小时就等来这样一份面 我就想说不好吃 她却将我哭着的模样 发到了网上 说我一点都不懂事 一点都不体谅别人 行 我懂事 你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马上就从这个家搬出去 她立马软了语气 小易 别这样 我们好好谈谈 她妈却不乐意了 也不顾门还开着 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这小贱蹄子 你凭什么说我儿子 你要离婚就快点离 别想带走我老货家的一毛钱 带着你家那个老不死的滚圆点 我反手还了她一巴掌 那你倒是让你儿子 把离婚协议签了 这可不是我不想离婚 是你儿子舔着脸 求我不要离婚 她想顾忌重施 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却被霍销历声制止 妈 你安分点 别让我难办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她顿时伪了 我心中却更加难受 明明之前那么多次 她都可以这样 让婆婆安分点 不要针对我 哪怕就偶尔这样 也能让我的日子好过些 可她却一直用婆婆 不容易搪塞我 小易 现在我们好好谈谈可以吗 霍销把我拽进房间 摆出的架势很卑微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柔柔眉心 看着霍销的眼睛 霍销 妈没什么好谈的 我累了 霍销却突然跪在地上 一下一下扇着自己巴掌 泪水不要钱似的 小易 我真的知道错了 别离婚好吗 我真的很爱你 没你我不行的 你知道的 当初你被那些人欺负 差点没清白 都是我拿着刀赶跑他们的 我真的好累 她总是这样 在争吵时提起她为我做的事情 尽管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 她却乐此不疲 想到我爸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强压着恶心 你别这样 我都知道 我这几天确实需要冷静一下 无论如何 我都要先把我爸接走 再起诉离婚 所以现在 我需要稳住他 我说 离婚的事情 咱们先不谈了 可接下来的话 再次让我感到 身体一阵阵发冷 火销的模样 也越来越陌生 小易 我就知道 你是爱我的 正好 我们这几天可以出去走走 我票都订好了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离开的 厨房门时 婆婆正坐在沙发上 扔了一地的瓜子皮 她瞪着我 那双小眼睛满是轻视 男人就是家里的天 再不老实 还不是要被我儿子治好 一天到晚 不带在家里生娃 就知道出去勾搭男人 要离婚就快点滚出去 别耽误我儿子 给我找个能生的 站着毛坑不拉屎 搞快点 把地上收拾下 去做饭 我看向大开的卧室 安安静静 不去 婆婆顿时像只野蛮凶狠的恶兽 一股大步冲上来 就要拽住我的头发 又给我个巴掌 你个小贱人 能进我们老货家 是你的福气 你凭什么啥也不干 我动作更快 一脚 把她踹倒在沙发上 上前就是左右开弓 给了她两个大逼斗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地上的瓜子皮 被我踢得到处都是 我还发疯砸了几样 我花钱买的家具 婆婆就是个欺软怕硬的 我那样一搞 她顿时安分了下来 霍霄在我还手时才出来 可她拦不住我 还被我打了一巴掌 最后 她只能把怒火发在婆婆身上 离开后 我联系了闺蜜碧桃桃 碧桃桃妆容精致 穿着一身性感蜡裙 就连头发丝都是精致的 毕桃桃到现在都还没结婚 是个精致的不婚主义者 几年过去 我浑身油烟 越过越倒退 而她变得越来越好 看到我这模样 她很心疼 你看看你 都混成什么模样了 当初看货销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竟然还出轨 我和毕桃桃其实已经有很久没联系了 结婚后 霍销几乎断了我所有的人际交往 尤其是毕桃桃 她说 你们女孩子在一起就爱说伴侣坏话 你可不能和她走太近 到时候要是和我闹分手 我上哪里哭 再加上婆婆刁难 一年到头 我就是外出都少得可怜 更别说和毕桃桃出去玩了 可到现在 仔细回顾 我身边能依靠的 好像只有毕桃桃 我鼻尖酸涩 抱着毕桃桃就开始哭 我想离婚了 可是我爸在霍销那边 他要害我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如实告知毕桃桃 果然他气得都快炸了 我们报警吧 我摇摇头 没有明确证据 立不了案的 我将我自己的计划 告知毕桃桃 她敏纯 一脸不赞同 你这是将你自己置于险地 要是出差错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会死 我苦笑 可我爸还在霍销那边 我怕他发疯 伤害我爸 我爸就最后这点时间了 总不能让他担惊受怕吧 剩下的时间 毕桃桃带着我好好逛了一会儿 他强硬地给我塞了很多东西 美其名曰买多了 晚上吃饭时 毕桃桃突然拉住我 指着一个方向 那是霍销和他的出轨对象 他们举止亲密 像是一对般配的情侣 我的心中还是会有些难受 但可以忽略 我只是莫名有些想笑 笑我自己的愚蠢 错把野草当个宝 毕桃桃拉着我 坐到了他们旁边那桌 有帘子挡着 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霍哥 你什么时候离婚呀 再等等 那黄脸婆还有点利用价值 小宝 你乖乖的 我爱的还是你 好哦 霍哥你要快点 宝宝都等不及了 再过段时间显怀 穿婚纱就不好看了 我如遭雷劈 又觉得在意料之中 在我当家庭主妇 伺候一家人的时候 我的丈夫在外面 已经有了个小家庭 毕桃桃气的身体都在发抖 我连忙抱住她 怕她冲过去 她狠狠灌了一口水 开始还以为小姑娘 是被渣男骗了 没想到是知三当三 真不要脸 接下来几天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 但是都打不通 霍笑说 玩手机对大脑不好 他就把我爸手机放着了 我这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周小姐 可以出来见一面吗 我不知道是谁 但脑海却浮现起 霍笑出轨对象的面孔 我想拒绝 她却说 我知道你的秘密 我的秘密 难不成是我 开视频账号赚钱的事情 还是我知道 霍笑要害我的事情 我想不出太多 所以我还是去见她了 一个方面还是 我好奇 让霍笑变心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见面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厅 她坐在那里 田净之幸 乍一看 很像是当初的我 周小姐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是谁了 她一开口 那趾高气扬的模样 毁了那份田净美好的气质 夏淼 这并不是我和夏淼的第一次接触 早在一个月以前 我就见过她 是在照片中 她和霍笑亲密照里面 而这些照片 都是她背地里用短信 发来挑衅我的 却被我当作起诉离婚的证据 周小姐 我希望你离开霍哥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你应该知道 霍哥早就不爱你 这么个黄脸婆了 我真搞不懂 她这扭曲的三观 夏淼 你这样真像之跳梁小丑 夏淼瞪大眼睛 抬起咖啡想要泼我 却被我先一步泼了回去 她尖叫大喊 全然不顾围观群众的眼神 周易 你是不是有病 你别得意太早 霍哥说过会娶我的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黄脸婆 我肚子里的 可是老霍家的金孙 你以前再怎么优秀 又能怎样 你爱的男人 还不是和我上了床 我扯了扯嘴角 一脸意味深长 你确定你怀的是 霍霄的孩子 夏淼 女性的子宫 并不是你争宠炫耀的工具 不过隔行如隔山 这很难平 我只能助你成功 离开的时候 我听见吃瓜群众的议论 以及夏淼 毫无形象的尖叫 看着光鲜亮丽 没想到是个三啊 小三竟然还找上正宫了 真是不要脸 当了婊子还立牌方 不管不顾 毫无形象的夏淼 很快被服务员请出去 这次的会面 霍霄并不知道 出去旅游的日期 也如约而至 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我只能祈祷 不要掉链子 一路上 我都表现得很正常 还会和她抱怨 她妈都一些事情 或许是心情好 她难得帮我说了几句话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当目的地已经是晚上 我让霍霄先去洗澡 她没有怀疑 因为她每天晚上 都有洗澡的习惯 趁着她洗澡的时候 我找出她的手机 心砰砰砰跳得很快 手机的密码 是她自己的生日 我点进微信 快速翻动着 可什么都没翻到 QQ也没有 时间一点点流逝 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愈发焦躁 我知道她肯定 和一些人联系上了 可是聊天记录呢 浴室里的水声 越来越小 我点进霍霄的抖音 发现她私信了 给她提建议的人 两人加了微信 可我翻遍霍霄的微信 都没有这个人 等等 我记得霍霄有个小号 登上关联小号 终于找到她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 霍霄没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 我拿着手机飞速录视频 小易 我睡衣好像忘拿了 给我拿一下 霍霄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心跳险些骤停 好 洗完澡后 霍霄翻了好一会手机 狐疑地看向我 小易 你刚刚是不是动我手机了 我洋装镇定 是啊 怎么了 我还不是怕你 又和那小贱人联系 霍霄应该是信了 凑过来要亲我 小易 你别总是疑神疑鬼 我不会骗你的 我松了口气 侧身躲开 睡觉吧 明天还要出去玩 我躺在床上装睡 没一会儿 我的手机就被霍霄拿走了 是我想多了吗 我听见霍霄的小声呢喃 我额间的冷汗 已经滴在了枕头上 还好 视频我已经发给了 碧桃桃 并删除了所有的记录 次日 婆婆的电话一大早 将我们吵醒 我接过电话 婆婆尖锐地骂声 险些穿破我的耳膜 周易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不说 你妈还给你留了一套 市中心的房子 你的小贱人 是不是想独吞 我告诉你 没门 你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老货家的 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 我就拔了那老不死的氧气 我还没说什么 霍霄就把电话挂了 他直勾勾盯着我 小易 房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 我故作低落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他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小易 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 一直和妈住在一起 也委屈你了 我一直想买房子 带你搬过去住 可是现在房价太高了 要不我们搬到你那套房子里吧 我 改天说吧 今天不是出去玩吗 霍霄似乎有些不情愿 可想到了什么 脸上又有了笑意 那我们走吧 今天的霍霄格外有耐心 可我一想到他耐心的原因 就觉得嘲讽 在离开一处商场后 我拧没停住 霍霄隐约有些迫不及待 他拽着我 不解 怎么不走了 我东西掉那边了 有我们当初在一起时 互相送给彼此的小吊坠 不值钱的小玩意 到时候重新给你买就是了 我又补充 那个房产证也在包里面 霍霄一下子急了 那你在这边等我 别乱跑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说不出来的赌 他的手机响起消息提示 我没理会 直接关机 当天我自己一个人逛完 夜晚回到酒店 等了很久都没看到霍霄 第二天 我依然没等到霍霄 于是我开始找他 第三天 第四天 我都没找到他 霍霄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我知道 这本该是属于我的下场 在寻找无果后 我报了警 直至回家 霍霄都没有出现 一回去 我就到医院去见我爸 这是我和毕桃桃商量好的 在我和霍霄离开期间 他帮我找到我爸所在的地方 听着毕桃桃的话 我气得牙痒痒 霍霄恨不得我爸早点死 所以压根没好好照顾他 他就被扔在一个养老院里 因为身体不便 连行动都困难 而如今的他 躺在病床上 面容枯黄消瘦 头发全无 那一根根手指 像是干巴巴的木柴 他张着嘴 可是连说话都困难 我真的恨不得 穿越回去山过去的 自己几个大耳光 爸 对不起 女儿不孝 我当初不该不听你的话 打一开始 我爸就不赞同 我和霍霄在一起 我家家庭条件 比他家好太多 当初在一起 就像在扶贫 大额支出 基本全是花我的 我爸从那个时候 就对霍霄有意见 但奈何我执意要 和霍霄在一起 他拿我没办法 就扔下一句气话 到时候后悔了 别会来找我 可在后面谈婚论嫁 见家长的时候 他还是过来了 他妈对我百般刁难 更是连彩礼钱 都不愿意出 我爸说要三十万彩礼 可以给我赔价五十万 他妈却说 不如直接把那二十万 给他们霍家 也省得给来给去 这可把我爸气得半死 可我实在是恋爱脑 寻死觅活 非要嫁给霍霄 我爸终究还是妥协 可在结婚后 气得直接和我断了联系 就是这次生病 也是街坊邻居 打电话和我说的 他摸了摸我的头 我知道他不怪我 可我怪我自己 我趴在他的身上 哭了很久很久 趁现在我还有爸爸的时候 可惜平静的时间 没持续多久 就被突如其来的 电话铃声打断 周易 你个小贱人 你回来了 我儿子怎么没回来 你是不是见不得 我儿子和我乖孙团聚 那边 还有女人 娇滴滴的声音 周姐姐 你现在总该知道 霍哥不爱你了吧 女人别太胡搅蛮缠 会让男人反感的 女人啊 还是要靠男人的 你就是太有主见了 才会被霍霄讨厌 而且霍小姐 你又生不了孩子 总不能一直霸占着 霍哥妻子的位置 他们两个人 倒是相处得融洽 事到如今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感情这一家子人 都知道 霍霄出轨的事情 就我被蒙在鼓里 夏淼 不是我胡搅蛮缠 是你的霍哥不想离婚 你还没看明白吗 电话那头 又是一阵 不甘不净的谩骂 有夏淼的 有婆婆的 我不紧不慢说着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霍霄失踪了呢 我有仙剑之名的 挪开手机 果然 婆婆尖叫一声 你个贱人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将一切事情处理好后 我带着我雇佣的 几名保镖回家 搬走了 我置办的一切东西 这么一看 我才发现 这个家里面 三分之二的家具 是我花钱置办的 夏淼和婆婆 看着我的举动 彻底傻眼 然后开始撒泼发疯 夏淼眼中含泪 在邻居的旁观中 渲染玉气 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夏淼 你再怎么样 也不能这样啊 这好好的家里 被你给搞成什么样了 她捂着肚子 像是怕我对她肚子里的 小孩做出些什么 婆婆瞧见她捂着肚子 心疼坏了 苗苗 你别管这小贱蹄子 你乖乖坐在这里 别让我宝贝孙子受惊了 我唇角扯出的嘲讽笑容 越来越大 我真有些期待 这老太婆知道真相之后的表情 我没管他们 目光在屋内扫视 然后指向电视机 这个搬走 那个也搬走 都是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的 光是这房子 我家就出了三分之二的钱 到时候也要讨回本 婆婆再次发出诸教般的尖叫 张开手臂站在电视前面 周易 你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搬走我家里的东西 你信不信我报警 我冷笑 那你报警啊 别说 这老太婆还真报警了 她添油加醋地说着我的恶行 我却翻出一些购买记录 警察同志 这都是我当初花自己的钱买的 我想怎么处置 应该和旁人没关系吧 警察名室里 弄清事情经过 忙和婆婆解释 说这都是我的东西 我要怎么处理 都是我的事 那老太婆当然不乐意 一屁股坐在地上 手重重拍打地面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苍天无眼啊 我老货家 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和我儿子结婚 几年连个蛋都下不出来不说 一天到晚心思全在外面 勾搭男人 我们一家人命 怎么这么苦啊 这是要把我这老婆子逼死啊 我不活了 夏淼也捂着肚子在一旁说 周杰杰 你这样可就不对了 就算当初是你买的 可这也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再怎么样 也要经过霍哥的同意啊 老太婆顿时豪得更大声了 警察在一旁为难 我却不紧不慢地添上一把火 你们难道不知道 霍霄早在近一周前 就失踪了吗 警方那边 应该也判定他死亡了 我拿着他出轨的证据 成功离婚了 我笑得很灿烂 可那两人的脸色 却愈发惨淡苍白 老太婆嚎叫一声 像只恶犬似的扑向我 你个没娘养的 凭啥咒我儿子 信不信我弄死你 夏淼眼神恍惚 满是不可置信 周易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警察将那老太婆拦住 他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一爪子挠在警察脸上 手指头还差点扣近一个年轻小警察的眼睛 最终 他因为袭警被带走 夏淼这个小三儿 在我们这一带 也彻底出了名 我以为霍霄再也不会出现了 可意外的是 半个月后 他又回来了 他不负当初的意气风发 反而狼狈地要命 才大半个月 他就瘦得近乎脱象 面色枯黄 胡子拉叉 就连头发 也像是没汲取营养的野草 他现在更像是个乞丐 身上的衣服 也破破烂烂 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恶臭 他看着我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如果眼神能杀人 我感觉他已经把我杀了千万次 周易 是你对不对 是你 他声音嘶哑 听着像小刀滑在玻璃上 一般刺耳 我看着他 像是在看陌生人 抱歉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趟是警察喊我过来的 人既然见到了 再留着也没意义 反正我和他也离婚了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事业 有我自己的人生 我很惜命 怕霍霄惹事 就花了重金 雇了两个保镖 每天跟在我身边保护我 好几次 霍霄要来惹事 都被保镖拦住 反手送进警察局 一蹲就是好几天 我本不想和他们再扯上关系 可奈何他们非要招惹我 在发现夏淼偷偷去找 我爸刺激他后 我彻底怒了 尤其是在知道这是获销的意思后 内心的火熊熊燃烧 我恨不得将他们剁成泥 正好 我手里收集的一些东西也很全面 是时候打包送给他们 给他们一个惊喜了 果然 收到我发过去的东西后 他们短时间内没再烦我 反倒是夏淼 被母子俩日夜殴打 那肚子中的孩子也在获销的殴打中没了 但母子俩都不在意 因为这压根就不是获销的种 获销他 不孕不遇 根本不可能会有自己的孩子 后来再看到夏淼 是在我和合作对象谈合作的咖啡店里 他穿着低胸抹裙 整个人很瘦 被一个女人扯着头发拖拽在地 我听见那女人骂的话 你个狐媚子 不要脸的婊子 整天到晚就知道勾引别人的老公 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就不姓李 夏淼连连惨叫 却没一人上前帮他 甚至有人浑水摸鱼上去补了脊脚 周易 你认识他 对桌的女人看向夏淼 目光是和周围一众人一样的嫌恶 小三什么的 真恶心 我收回视线 笑着点头 算认识吧 不是什么重要角色 离开时 我看见夏淼的眼神麻木 看向我的眼神 又是满满的恶意 至于霍销 他起初找过我很多次 开始是威胁 后来是求我原谅 闹得最大的一次 是在商场 他收拾得人母狗样 捧着玫瑰花 挡在我面前 单膝跪地 眼中寒情默默 小易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好吗 我后退几步 祸销 你别逼我 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 就差交给警察了 小易 我真的很爱你 当初你差点被人强奸 是我提着刀保护你的 你忘了吗 当初最艰难的时候 我拿买球鞋的钱 给你买了情人节礼物 你都忘了吗 我听见周围的人 都在让我原谅他 说知错能改的男人不多 让我珍惜 我冷笑 或消 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那些人是你自己找的吧 我可真蠢 那么简单的骗局 就我看不出来 或消面色苍白一瞬 很快又恢复深情 小易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 我和妈都很想你 她就这么跪在地上 祈求我原谅她 真的好笑 我当初给过她无数次机会 她都能放手 可她没有 她还是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带我出去 试图弄死我 霍霄 你别把我当傻子 当初的事情 我都知道 就这么一刹那 霍霄伪装的深情 彻底绷不住 她盯着我 当初是你对吗 就是你对吗 我就知道 我不该心软的 可更快来的是正义的制裁 霍霄那边也找了律师 可是很遗憾 我这边收集的证据足够充分 我自己也是个实力不错的律师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我赢了 霍霄目自欲裂 不顾法官罚警的呵斥声 朝我扑来 嘴里喊着要弄死我 因为这件事 她要在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了 下了法庭 霍霄她妈不管不顾地 拿着刀冲向我 我闪身躲开 她却没杀住 一头栽到马路上 被车撞飞了鸡米远 看着这一幕 我不感到悲伤 还莫名有些爽 但更多的是无所谓 毕桃桃站在我身旁 用手捂住我的双眼 周易 别怕 我不怕 我还有我自己的人生要闯 我还要赚钱 给我爸治病 让他尽可能活得轻松些 我还要完成我年少时的梦想 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现在 还不晚 番外 霍霄视角 和周易结婚后 说实话 真的有些腻 每天回去 他都在絮絮叨叨 为了那几块 几毛斤斤计较 可是真的有必要吗 我一个月六千块工资 给他一千块 还不够吗 他也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我真的要受够了 我妈一个女人养活 我长大不容易 我都说了 让他忍忍 他还天天发牢骚 我在外工作 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 已经不容易了 回家还要听他唠叨 我真的好后悔 明明结婚前的周易 漂亮自信 走哪里都是风景线 带出去也有面子 可为什么结婚后 他就变了个人 一天到晚 蓬头垢面 满面油光 和他睡一起 我都觉得恶心 最离谱的是 他竟然还好意思 和我抱怨 他在家里像保姆一样 我用八万八 把他买进我家 总不可能把他供着 当千金小姐吧 慢慢的 我有点想离婚了 可他大学学的法律 他又斤斤计较 我怕他整那些歪里坑我 真烦 要是我当初 娶的是夏淼就好了 他是我偶然间认识的 长得好看 脾气好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我和他在一起了 最惊喜的是 他怀了我的孩子 天知道我有多开心 后来黄脸婆结婚几年 他硬是连个蛋都吓不出来 可周易竟然发现了 我和夏淼在一起的事情 他说离婚 不会分走属于我的一分钱 我心动了 可是很快 我知道周易他爸要死了 留下来的那笔遗产 是要留给周易的 我想要那笔钱 所以 我想要拖延时间 可他不愿意 那就不能怪我了 那笔钱放在眼前 看得着吃不着 我受不了 我想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举动 我私信联系上了给我留言的人 并和他加了微信 开始约定时间地点 一切都很顺利 可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 我竭力解释 可他们不听 我被关进车里运了很久 又和几个男人关在了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处于饥饿的状态 一天一顿打 已经成为常态 我尝试过逃跑 可他们打人实在是太狠了 我想着乖乖听话 或许能被他们接纳 可是根本不行 他们竟然要挖我的肾 他们说 只要我乖乖配合 就放了我 活着的诱惑太大了 我答应了 可检查完身体后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他们说我不行 说我不孕不遇 可是怎么可能 苗苗明明怀了我的孩子 我开始不被他们当正常人对待 甚至有时候要鱼狗抢食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 可在一次动乱中 我逃了 我回到了家里 却得知周易已经和我离婚 我恨啊 明明那一切都该是周易承受的 我明明应该已经拿到了遗产和保险金 我一定要让周易付出代价 可是为什么那个黄脸婆在离开我后 变得越来越亮眼了呢 我来不及多想 就收到了一些东西 我真的不孕不遇 那夏淼怀的是谁的种 一想到我被绿了 我就想弄死夏淼 夏淼逃了 家里的家务都落在了我妈身上 她变得憔悴很多 我又想到了周易 其实当初的日子也还不错 或许我可以去挽回她 她会原谅我的 可我没想到 我的一切苦难都是她造成的 她把我送进了大牢 我不甘心 我明明不该这样的 慢慢的 我的精神出了问题 我幻想那次计划 我成功了 我拿到了遗产 拿到了保险金 在市中心买了套房子 可是每次 我都会清醒 面对残酷的事实 曾经我厌烦的日子 却成了记忆中的美好幻想 如果周易他爸没有留下遗产 我或许就不会其他念了 我看到她感觉好 你会有什么 我还有这种 试试